完成 哈囉,大家好,我是燕子 今天為大家介紹什麼影片呢? 後面的儀缸,我們開始造景喔 首先我們先做櫻花樹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 造一棵櫻花樹 希望能夠把櫻花樹 建出來,我們今天就是先來做櫻花樹的樹幹 枝葉 玫瑰葉底紅,做櫻花樹的葉子 影片來開始,我們廢話不多說 好,我們來開始喔 準備的材料有 橙木 橙木一枝 那等下來 這一根做櫻花樹的樹幹 下面的根可以穩 可以沾 並不會打 這個做櫻花樹的樹幹 然後這個 做他的 櫻花樹上面 的 擦開來的樹幹 有很多 有更多 還有 一根小根的 這裡面有很多的粉 這千萬不要浪費,等一下還有他的用處 那這個先暫時不拿出來 這裡面還有很多 電子在 一般外面的水族店買的 我們來開始囉 需要的有這些橙木 還有主要的樹幹 這根主要的樹幹 還有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 水族專用的 專門用的 三秒膠 椰子 從網路上買 一樣是蝦皮購物買的 兩瓶 三秒膠 這個是水族專用的三秒膠 來看一下這個價格 這是專門黏石頭 石頭沉木 水族造景 專用的三秒膠 那一瓶價格是96元 需要的 格西 計之一把 那等一下 看還需要什麼東西 燕子再一一的準備上來 這個丟掉 我們先量這個樹幹的長度 到底有多高呢 這個 主要樹幹 然後再 看怎麼結合 首先把這個上部過濾器把它拿下 那是燕子上次要改造的 就是 上部過濾器 改成 抽過濾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往上看燕子這一部影片喔 好 就這樣子 那我們先把這個上部過濾器拿下來喔 才可以測量 把上部過濾器拿下來 好 那我們開始來測量囉 燕子首先這樣組合 這一支已經快斷了 這支 大家有看到嗎 等一下 先處理這一支 燕子先把這個流 先把它削掉 並不曉得好不好削 來試試看 好 來開始喔 不過也不能傷到它的樹枝 好開始了 真的是超級困難 把這個流削掉一點的 哇好多的粉塵 這粉塵都很重要 等一下要拿來補 一個角度 就給它箱上去 這樣子 割好之後要用那個強力膠 給它黏上去的 燕子強力膠都買好了 難保素質 你說 那個魚好被中毒 所以燕子就 去買水族專用的三秒膠 那我們 不說別的 我們繼續來 把它削掉 開始囉 不曉得成敗如何 不管了 先把它切掉吧 換個地方 換個地方去就快多了 把它切斷了 把它切斷了 好 櫻花樹 被切斷了 角度切錯 真的是 傻眼 再重新切一次 大概這個點是沒錯 可是它的角度是這樣子 再切一次 切好的木頭 真的是 超級的硬 這樣起來 樹幹這樣子 燕子發現這個 小樹枝斷了 小樹枝怎麼組合呢 應該是這樣子 燕子先用三秒膠 把它黏回去 燕子戴手套 好 以免三秒膠黏到自己的手 專用的三秒膠 給它剪開來 先剪一點 測試一下 沒有 再剪多一點 喔 有了 把它抓住 戴手套還真的很不方便 啊 真的斷了 黏得住嗎 黏得住嗎 還是把燕子的手黏住 真的是把燕子的手黏住啊 好 重來一次 然後再用來一次 鏈子發現戴手套更不能做事 所以並不戴了 黏到手的話再說 有一點可以喔 加多一點 黏住了 還真難憐耶 沒有想像那麼的容易啊 啊 還是要掉了 給它烤一烤 去比較快乾 傻眼貓咪 喔 好痛喔 快中毒了 這個方法雖然行 可是 點三秒膠直接加熱 揮發出那個 很刺鼻很刺鼻的味道 就真的是並沒辦法 還是用傳統的方式慢慢黏吧 真的是傻眼貓咪 這個算黏住了 熱風箱 直接用烤的 可是烤到燕子都快中毒了 真的是傻眼 接下來要趕黏起來 這個 弄一點衛生紙 燕子發現用衛生紙還比較快 上一點膠薄薄的膠 黏上去 然後在這邊 再接起來 黏衛生紙就是中間的結合 這邊黏一點 趕快最快的速度 黏上去 傻眼 太慢這個衛生紙變硬了 把它剪掉 再重來 也太快了吧 再重來一次 固一點上去 把它貼上去 把它貼上去 然後 這邊也要塗 這邊也塗一點 這邊也點一點 要吃進去 讓燕子來鋪這個桌面一下 好了 鋪好了 以免傷害這個桌面 燕子拿衛生紙再塞進去 稍微加強一下 不容易脫落 好了 塞好了 這邊 來上三秒加 點一點三秒加 這邊再點一點 大家看一下 從 櫻花樹的根部 樹幹 到上面的樹幹 已經黏起來了 原來要用衛生紙加三秒加 就可以把它黏住了 加 他旁邊的樹幹出來 上面的樹幹 看起來更豐富 這桌面大致整理好了 接下來 這有個凸凸的 鏈子打算 再給它延伸出來 做一根樹幹出來 這樣子 鹽子想辦法把它黏上去囉 不曉得黏得出嗎 應該是可以吧 來黏喔 剛剛這個就是 黏樹枝的這一根樹幹 再把它加上去喔 開始 大家看一下 全身出一個樹幹出來囉 後面是這樣子 前面 是這樣子喔 這是底部 這是櫻花樹幹 再給它加強一下 四周圍轉移圈 包含這邊 燕子 現在打算把它接過來 並不是這一根 是這一根 直接把它接一支 把它接過來 變一個櫻花樹 那這一支 又從這邊把它祭平 來祭了 現在就是來組合 剛剛切的這一個 把它組合上來 大概 這個樹枝跟它平高這樣子 大家有看到嗎 來 來結合囉 黏到手了 其他地方也一樣多餘的衛生紙把它修掉 把整個 把它剪一剪 大致上 是完成了 櫻花樹 現在黏旁邊的樹枝 那這一支 給它這樣子 翹出來 來黏喔 就完成了 等它乾一點 再用斜口鉗把它剪掉 來剪 會變這樣子 斜口鉗都黏的 滿滿都是 大家看一下 又多了一根 樹枝出來囉 算樹幹吧 樹枝 接下來燕子需要這一支 燕子冰朵 直接用斜口鉗剪 還剪不下來 用劑的 燕子去把它劑下來 燕子把它劑下來囉 把它黏在這裡 給它多一根這樣樹枝出來 這樣子 不要有意境 這樣決定了 來黏喔 大致上是完成了 把這一節把它切平 然後把它接在這裡 這樣子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更漂亮呢 不用切 直接黏上去就好 還是稍微 處理一下好了 先把這一節把它切平來 真的是高難度的 多一點 切平一點 切平囉 大家看一下 還好沒有 損傷到 小樹枝 來去黏起來囉 已經決定好了 要點進去囉 有點困難 讓它乾一下 讓它乾一下 好了 已經乾了 就是四周圍給它點上去 四周圍點三秒焦 完成 接下來就是替它著色 這個是燕子跟它 季櫻花樹 下來的木屑 那 比較大塊的把它挑出來 那等下要替它著色 那等一下要替它著色囉 有灰跟粉 給它混合一下 有沒有混合都沒關係啊 這還有 給它炒上來 這就是木屑 只要大顆粒 都給它挑出來 然後等一下 又替它著色囉 開始著色 先做哪裡呢 從最末端開始著色 上三秒焦 直接灑上去 完全跟木頭一樣的顏色 鞭子殼 並不想再黏到手 敲一敲 大家看 從這邊已經 做好色囉 是不是完全看不出來呢 這個 這個地方 木屑 重新收集起來 換這邊 換另外一邊這邊 一開始黏的地方 好這邊 這邊也處理好了 大家看得出來嗎 換中央的主要的樹幹了 這邊 再集中一下 接下來這裡 接下來這裡 上三秒焦 感覺又擠不出來了 也太快乾了吧 真的是 不會出來了 再給它剪一下 好 再給它剪開 試試看 唉唷有了 骨水量越來越大 好繼續繼續 這邊有一點沒黏到 換剛剛那個地方 這個地方 換下面 換下面 這裡 這些木屑應該是夠用啊 還太多呢 比較大環節 就給它撒多一點 這個地方 撒多一點 這邊 看還有哪裡要補的 還有正上方這裡 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還有哪裡 完成喔 好 來看一下 大家看 櫻花樹 出現了 三顆啊三顆啊 矮開油 燕子把 上部過濾器 已經放上去了 上部過濾器 把沉水馬達也放進去了 沉水馬達 跟 下面 底部過濾 管子也連接了 然後櫻花樹就在這邊 大家看 有漂亮嗎 如果以這個視角看的話 葉子再把水草 當它的葉子 當櫻花樹的樹葉 水草就是用 玫瑰葉底紅 當櫻花樹瓣 大家看 有沒有很漂亮呢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囉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了 那如果喜歡燕子影片 請記得訂閱 分享及按小鈴鐺 燕子需要大家的支持 就這樣子喔 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請訂閱分享 及按鈴鐺 我會在 每週不定時推出新影片 我會帶你去很多好玩的景點 手走看看 就這樣子囉 記得點贊 按讚 分享 轉發 給你的親朋好友知道 因為這就是個YouTuber 好 就這樣子囉 拜拜 拜拜